回到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马上来关心 宿醉还闯红灯 女驾驶冲撞载米货车 在台中市有一名女驾驶 前一天晚上喝的酒还没退开车上路 新京北屯区太原路时 又抢快闯红灯 跟货车猛力撞击 造成了两车严重损毁 其中有一代米还飞到自小客车上 让人误以为是安全气囊爆出来 另外南屯区则是有休旅车 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 失控冲撞路边临停车辆 整台车还翻覆在大马路上 波及到一台轿车和五台机车 幸好人都没有大碍 明明后这还是红灯 黑色进口车却偷跑 下一秒和货车发生碰撞 两车车头严重损毁 而自小客车右前侧窗户 白白的这块引发讨论 有网友惊呼撞到气囊飞出来 甚至有人以为是枕头 但通通不对 这其实是一代百米 原来发生碰撞货车 车头载满一代代百米 撞击瞬间才会飞到黑车上 而闯红灯的女驾驶 酒侧还被撤出酒精反应 小客车的驾驶 有酒精反应 而小货车驾驶没有酒精反应 女驾驶事后坦承 前一晚有和亲友喝酒 没想到宿醉上路还敢闯红灯 尽管酒侧时没有超标 依旧被警方含送法办 索性闯锋驾驶都有轻微擦错伤 没有大碍 而另外机前画面 也发生在温馨路一段 疑似招式车辆想超车 却没有保持好车距 时空冲上前车后险些翻车 一度用两轮在马路上滑行 最后冲上人行道才停下来 而26号中午这期治状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碰黑色旅车猛力撞上停在路旁的车辆 整辆车侧翻在马路上 再撞上行进的车辆 路旁轿车也往前推撞五辆机车 附近民众听见突如其来的巨大撞击声 也纷纷出来查看 幸好相关人员都只有轻微擦错伤 介绍红枪三台中报道